摩托素尉是中心今天要想的课程 是这个软体的应用和设定 20岁的学官是一个年纪的婆婆妈妈 对着使用到这个3C的産品 他们是人家有幸福 我们数位技会中心呢 在麻多这边成立今年是第四年了 那主要教我们偏箱的一个中高龄呢 然后做一些资讯的教育 那像LINE的手机啊通信课程 或者桌机 简单的桌上型的电脑应用 以及生活的像最近我们去年 也有像雷雕啦 或者是3D列印 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科技的一个媒介 我们课程非常的多元 今天这个课程中心也特别是在南天电视 分享在看边网路应用的关心 乘邦刚刚是看网路接电脑之外 手机也能带来乘邦 连这个Wi-Fi也是可以借 这时候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手机先合法 有没有 当你手机先合法的话 为什么有人很需要这个整网路 因为我们帮你装网路的时候 我们会帮你们的家 在建制一个Wi-Fi环境 我们是有用的 你把你装一台机器 让它转换成Wi-Fi的概念 所以它能让你们 加入一个稳定的Wi-Fi的讯号 尤其是说很多学官的用到手机 看到这个YouTube的影片 不过手机也没有太过世 但他过到南天的A1的机箱 经过设定后 用手机的外面传到电视来看 真的让他们感觉很习惯 红人啊 红人啊 竹材啊竹材啊竹材 看什么你就 你用手机来看你才会感觉 太小了啦 太小了嘛 如果转接到那个大萤幕会更好 对 对 那我们的新的机商盒就有提供这种服务 它可以直接让你在电视上 给你看YouTube 红人片电视的业务人员 为这或是中心的学员来感觉到 宽敏应用的共大公联 这些行为 让学员是最多的有幸福也大家会感觉 南边新闻 咱一下摩豆菜方法 这些人是最多的